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在停车场 看见了一辆特别牛的房车 你们看见这个车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是不是感觉有一点和那种军用的装甲车 或者说坦克车那种感觉差不多 我看见的第一感觉也是 我以为是一辆军车 结果走进来一看是一辆房车 这房车是一个老大哥开的 我和他聊天的时候 因为他是损玩的 不希望我们的聊天的东西发到网上去 所以说我把原因给消了 就拍一拍他的车的外观 给朋友们看一看 他这辆车也是蓝牌的 车高度的话有3米5左右 和老大哥聊天问了一下 这车买成多少钱 朋友们猜一下 300多万 这玩意儿开着有点拉风 我还在和老大哥开玩笑 我说我看见这车的第一感觉 我以为是一个小年轻开的 或者说三四十岁的人开的 结果那大哥还在开玩笑 他说让你失望了 是不 是感觉一个老猪开的 我说没事 一个大哥 特别有气质的一个大哥 开这车 里面的空间我没进去看 但是我在下面看了一下 空间应该不是特别的宽敞 因为他的车也应该局限在6米以内 但是车的油耗有点高 老大哥说应该在2块多到3块 1公里 好像是到这高原上面来 车有一点小磨病吧 他说是厂家的售后人员 在给他弄一点维修 到这边来车都有一点高反 因为这边的空气稀薄了嘛 海拔高空气稀薄 所以说每一辆车多多少少 都有那么一点点 我有看他那个排气管 都是对着天上的 太牛了 这车 虽然说我不会开 但是看着这外观都霸气